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四月封信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购物信息 以及一些常用的生活用品使用心得 本期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电饼铛的用法 这款LR434最新型号的丽人电饼铛 它有八个储摸的菜单 实用简单,还可以一键拆卸 能够胜刃煎烤烙炸 这个电饼铛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非常的顺手 今天就再和大家分享几个这个电饼铛的家常用法 买了这个电饼铛就必须要做一下肉夹馍的白鸡馍 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加一小勺的白糖 再加一小勺的酵母,大约5克左右 倒入150克的温水 然后用搅拌机将其搅拌均匀 放在温暖的地方醒发半个小时就可以 用来做肉夹馍的白鸡馍不需要发至两倍大 只需拌发面状态就可以 30分钟后将面团取出来,揉搓几下 分成10等份,取一份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然后从一头卷起,卷成一个小圆卷 用一个平盘从上面将圆卷压扁 再用擀面杖将其擀平一些 这样一个饼胚就做好了 多做好的饼胚再用保鲜膜盖住醒面10分钟 打开电饼铛的上下挡 等预热完成之后选择手抓饼的选项 电饼铛不要放油 一次放上四五个饼胚 在烙饼的时候最好将螺旋状面朝下 这样烙出的白鸡馍比较漂亮 而且用这个电饼铛不用翻面 只需盖上盖子就可以,两面都可以烙 如果不想要上面盖子压纹的 也可以单面烙饼 待底部烙出若隐若现的火线色之后 就可以翻面了 等我尝试之后发现盖上盖子 烙出的效果比较好 能够更好的帮助锁住水器 烙好的膜里面的组织才会更加的松软 只是盖上盖子时 有时候会不小心的破坏掉 这个漂亮的螺旋花纹 烙饼的时候尽量将花纹面朝下就可以 用来做肉夹馍的肉 我推荐Costco这个成盒的猪肉 这个一盒里面有两袋猪肉碎 还有两包烧烤酱 肉已经是熏制好的半成品 只需用炉子加热一下就可以 配烧烤酱 这个肉的味道是最接近自己做的肘子肉了 而且还有一点熏肉的味道 将白鸡膜从中间切开 夹上两大勺这个熏肉 再按着自己的口味 配上青椒或者是辣椒碎或者是香菜 这样一份肉夹馍就大功告成 作为一名菜鸟 在没有电饼铛之前 烙肉夹馍的时候我经常烙糊 有了这个电饼铛 可是让我饱尝了成功的喜悦 再看一下用这个电饼铛来炒菜怎么样 简单炒一个肥牛拌饭 我就是用这种涮火锅的肥牛肉卷来炒 电饼铛预热后选择牛肉档 烤盘上喷一点点的油 放上肉卷再加一点烧烤酱 将肉卷翻炒至变色就可以了 这个电饼铛它在烹饪完成之后 会自动的停止加热 当烹饪完成的提醒键响起后 如果看肉还有没有炒好 可以再重新选择 再按一下所要的烹饪键 毕竟这种智能设定达不到人炒菜 那种掌握火好的精确性 最起码能够保证菜不会炒糊 这种设定的安全度还是很高的 牛肉卷炒好后撒上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可以搭配着米饭和煲菜 是一道老少街仪的牛肉煲饭 用电饼铛炒菜适合这种煎烤类型的 如果需要颠勺那种肯定不适合 再用电饼铛来一顿烧烤试试看 先经电饼铛的上部烤盘放平 然后打开开关 当电饼铛预热好之后 还是按牛肉档 烤肉我最喜欢用Costco的牛肋条 这个牛肋条我在前几期视频中有介绍过 大家可以点击观看 烤之前还是要在电饼铛上喷上牛油果油 直接将肉摆上就可以了 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边 一边烤一边吃 用这个电饼铛烤肉油盐不是很大 还可以将菜肉分开 一面烤肉一面烤菜 比较适合三四个人吃 人多的话这个烤盘还是显得略小 传统的烤盘都有一个 可以让多余的油漏出的地方 这个电饼铛则没有这一项的功能 如果烤肉的时候油过多 可能要清理一下烤盘 还得再蘸一下Costco的这个牛肋条 这个牛肋条的肉质非常的细腻 在烧烤的时候即使烤久了一点也不会柴 拌着蔬菜和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 和传统的烤盘相比 用这个电饼铛烤蔬菜比烤肉效果更好 所以买了这个电饼铛还不能够丢弃家中所有的锅 每一种炊具特有的属性还真不是其他炊具能代替的 令人电饼铛这个新款A434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一键拆卸 所以它的清洁非常的方便 但就它能够胜任烙饼这个功能来讲 我觉得就值得推荐 我会将亚马逊上的购买链接放在说明栏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购买 好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